班纳猛地吸了一口毒气 随后便发生了可怕的一幕 他就是野蛮和暴力的代名词 无敌浩克 士兵健壮急忙火力压制 浩克顶着子弹 嗷嗷地往前冲 坚硬的装甲车 在他面前就像玩具一样 被顶翻在地 身后又来一辆 浩克转身一个大踹 然后轻松举起 框框就给砸了个稀巴烂 最后耗出电击 哭撒一下来了个EV2 扎哈队长有点不服 决定和浩克硬碰硬的杠一下 浩克用铁皮做出防御 然后就是一套致命的反击 扎哈一看撒腿就跑 他把浩克引到了超声炮的范围 虽然攻击模式非常的猛 但对浩克来说还是没什么用 他用力甩出铁皮 直接干爆一辆 然后转身一个大跳 直接压爆第二辆 这时候的扎哈 还敢拿着小钱来挑衅浩克 竟敢跟浩克说出 你打我一下试试的狠话 结果浩克互通就是一脚 将军一看 立马召唤了空中火力 无数的子弹射向地面 浩克用身体护住了女友飞地 然后转身一飞盾 直接干爆了直升机 他用身体再次护住了女友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将军 给老头下的杆一颤 随后抱着贝蒂消失在了一片火海 他把贝蒂带到了一处山洞里 这足以说明 无论班纳变成什么怪物 都无法撼动他和贝蒂之间的感情 铁汉柔情也不过如此 转眼第二天 班纳已经恢复了圆转 为了彻底摆脱身体中的浩克变回正常人 他们找到了科研怪咖蓝博士 也不清楚这个博士到底是不是专业的 反正操作的手法倒是很简单粗暴 他把班纳的手脚咖咖捆上 然后拿出电机设备 嘎巴就给堆脑在上 就这一下成功激活了浩克的意识 全身的骨头开始咖咖作响 所有的肌肉开始膨胀 几秒钟就变成了暴走的绿巨人 可一旁的博士还在傻笑 眼看浩克已经不受控制 背地赶忙上前安抚他的情绪 蓝博士反应过分 一脚踹向开关 快速的把一罐子解药 打进了浩克的身体里 哎你还真别说 这解药还真有劲 没一会儿 绿色的细胞就被压制了回去 可以说这次治疗非常的成功 就在蓝博士巴巴的夸自己的时候 埋伏在外面的枪手扑撕一下 用麻嘴枪干倒了班纳 他在昏迷的前一秒震惊的发现 被自己一脚踹死的渣哈 竟然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了眼前 扎哈强迫班纳变成绿巨人 再跟他一决高下